8月20日 华盐招商推介会在香港隆重的举办 那此次推介会呢 旨在让更多的香港人能够了解到 华盐这一历史悠久的民族品牌以及其影响力 8月20日 中国消费者最喜爱民族品牌 华盐招商推介会在香港举行 这也是内地唯一一个进入香港市场的实验品牌 现场 江苏省盐业集团领导与百位香港政商学界 进行代表出席活动 了解华盐悠久的历史文化 行业地位以及产业发展战略 江苏省盐业集团香港中国国际盐业集团董事长佟玉祥 对苏盐集团的品牌以及产业发展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他表示 作为华盐的传承者 江苏盐业集团 希望进入香港市场之后可以结合香港的优势 进一步提升华盐的国际品牌影响力 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 它这个国际的品牌的影响力和辐射力非常强 第二个 香港零售也非常的发达 对我们提升我们品牌的整个全球的影响力 有着很好的促进作用 第三个 香港有着创新的能力也很强 那么我们进入了香港也想借助香港的大学的这种研发的能力 使我们有着2500年历史的这么一个中华的最受中国消费者喜爱的民族品牌 那还原能够在新的时代能够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同时他也表示 接下来更要以盐作为媒介 进一步促进苏港两地经贸合作和文化交流 我们2500年来 我们怀言只坚守一个字真 真的品质 真的品味 真的内涵 所以2500年来深受中国中华民族消费者的喜爱 以言为媒介 把中华民族怀言的优秀的文化带到香港来 我们今后每年会借助苏港合作 经贸合作这么一个平台 那么这个组织怀言文化的交流 我们还在打造中国的最美的盐文化的小镇 香港高博资本控股集团胡叶基先生现场致辞 他表示 未来要将苏原集团和香港国际资本市场接轨 为苏港两地的企业合作发展出力 我们为张苏省 盐业集团等苏港两地的企业 基本营运 国际化合作出一份力 推动苏原生活家公司在香港上市 2017年 苏原集团的销售额达到了60亿人民币 中国目前只有2亿人在使用 接下来 怀言将作为家庭餐桌使用盐 在香港百家超市出售 在今天的推荐会上 苏原集团作为中国健康食盐行业的龙头企业 正常为香港市场以及消费者们带来了约30种纯天然的五大系列员产品 那么也是希望能够让香港的市民们 能够更好地了解怀言的历史文化和当下的创新发展 同时也希望借助香港这个国际窗口城市 能够未来让怀言走进香港的百姓家中 走向全世界 海底卫视全主旅人心 香港报道 好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结束了 再次感谢潘铁山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 更多资讯请浏览万TV的官方网站 以及微信公众号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